今天要送給你一個超精彩的牛排 嗨 你好 我從2014年的時候開始關注閃電郎 2015 2015年初的時候 2015 2014左右 育翔加入閃電郎之後 剛創的時候就追到現在了 那你有參加過閃電郎的哪些線下活動呢 我城市賽有去 這次的冠軍賽也有去 全部都有到 基本上每一場比賽我都會去現場支持 只要是英雄聯盟的好像都參加了 英雄聯盟的主場是幾乎到到了 最喜歡是哪位選手 鄭哲 我覺得他滿搞笑的 但如果鄭哲出現的話 在你面前的話你會知道說什麼嗎 我會說就是真的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然後他們是最棒的 嗨 謝謝 國際賽加油 然後你們是最棒的 然後也要相信自己 不要下班好嗎 我最喜歡的話是英雄聯盟 那你記得上路嗎 上路嗎 是 明明蛋嗎 對 明明蛋有沒有什麼話想說 我真的很喜歡他的比賽風格 雖然從一開始前期的時候 表現可能沒有到那麼的突出 但是他後來就是在世界上 慢慢的磨練 他真的很努力 真的 你說他現在出現在你面前的話 你會 我可能會像他的十罐紅牛一樣 直接飛起來吧 那所以我們感謝你 那我今天要送給你一個超精彩的牛排 這個要送給你的 謝謝 我覺得 你是世界上最厲害的上路 真的 真的 沒有啦16強而已 牛排8強 可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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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 3 這樣嗎 那想問一下 你最喜歡閃亮嗎 哪一支隊友呢 應該是2017年 然後那時候 他在比賽 蹦了一下 然後他整個就是面不改色 逆轉了那個戰群 然後直接打完 然後拿到那個世界冠軍這樣子 閃亮老師快樂 我要支持你的 OK好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一個特殊的驚喜 可以看到一下你的右手邊 嗨 你好 哇 哈哈哈哈 可以接受 謝謝 感謝閃亮我 還沒過氣 最喜歡閃亮的一位熊 鄭哲 世界在加油 我一直支持你們 OK 不要 我是這樣的話 我們有準備一個成立的小驚喜給你 好 因為他要喊的最大聲 所以我會親 啊 這個不是 真的假的 不靠 不靠 是你嗎 好 謝謝 可以拍個拍個照 我也要拍 來 1 2 3 那你那個最喜歡閃亮的衣服 最喜歡 這樣囉 但我最喜歡K-MOMO 因為 長得很可愛 是Tom的6029 我蠻喜歡他的實況風格 還有他比賽內容 哇 哇 你好 那請他到中間來好了 到中間來好了 到中間來好了 剛剛聽到你最喜歡選手 是K-MOMO 但還有記得其他選手 有我都記得啊 那射手是東大培跟馬 然後 輔助是Realman跟Sink 然後坦克祭酒跟MOMO 你真的好熟喔 閃電狼生日快樂 加油 閃電郎生日快樂 閃電郎生日快樂